哈喽大家好 我是温哥你好 我是小丸子 小丸子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 想不想试一试 好好啊 是什么非常好玩的游戏呢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七敲五摇头 啊 是什么意思啊 在规定范围的数字内 比如从一数到十 如果数到五的时候呢 不能出声 只能摇头 数到七的时候呢 也不能出声 要敲击桌子 在遇到五和七的倍数的时候 也同样如此 打错或者犹豫的 都要遭受打水的惩罚哟 哇塞 我现在感觉我的脑子 已经反应不过来了 哎呀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万一你开挂了 好吧 好吧 开始吧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先来一个小小的热身 从一数到十 游戏开始 一二三四五 哎呀 快去山了 六 八 九 那 看来这个游戏非常的考验反而不利呀 可不是吗 现在你知道怎么玩了吧 那咱们赶快进入下一轮吧 好啊好啊 第二轮准备 同一数到二十 一二三四 六 八 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飞进去画面 二四 我收了气的倍数 二 我没想到你都没反应过来了吗 啊 啊 我突然反应过来了 我八十还没反应过来 晚上我摇了可能组 不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哎呀 这个游戏不仅要加多自己有没有才雷 还要加多对方有没有才雷 今天难了吧 下次我可不提前鸟 第三轮游戏准备 第三轮游戏准备 从二十数到四十 游戏开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四 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嗯 啊 啊 啊 三十九 我算错了 哈哈哈 哎呀 刚才真是有件无险啊 不过这个游戏 确实挺好玩的 导演 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呀 来 上哪种难度的 嗯 那这次 我们从一 数到五十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游戏开始 一二三 四 六 八 九 差一点 我游了 我游了 好吧 差一点 二十九 三十 啊 啊 啊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一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哈哈哈 你弄出来了 带你游的是吗 看来这个游戏 越是会把自己范围 就越难了 反而更有意思呢 小朋友们 你们也可以在家和朋友们玩一玩 好了 那我们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